各位弟弟姊妹 你們好 很開心在這裡和大家一起 我們今天分享的訊息 就是關於聖年充滿的 聖年充滿幫助我們的生命和侍奉 其實聖年充滿真的很大幫助 我知道我們中間有人經歷過聖年 但是可能那個渴慕心不是很強 就是說 好像經歷過就可以了 但其實神的心意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被聖年充滿 每一個人都生命很大更新 並且有能力去祝福人的 這個是神的心意 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訊息會渴慕 渴慕更大的聖年充滿 聖年充滿不僅是幫助我們為人祈禱的 是幫助每一件事的 你想到什麼 聖年都會幫助的 所有的需要 包括他們為這個嬰兒祈禱 為媽媽祈禱和嬰兒祈禱 神祝福 也在任何的情況 看到任何的需要 神都會祝福的 我今天這個訊息是會先拿到一些舊藥的例子 在這些舊藥的例子我們看到什麼呢 就是看到 首先就是從新舊藥看到一件事 我越看聖經我就發覺很多時候 神和人的工作是透過聖靈的 很多時候神要用一個人 神要猜派一個人 神要感動一個人 在舊藥的時候那些先知 或者神要做什麼工作 要猜見一個領袖去祝福以色列人 去打他們的仇敵 因為那些仇敵攻擊他們 神都是要他的靈降在他身上 而在新約的時候 也都是聖靈猜派 聖靈跟我們說你要猜派 掃羅出去傳道 即是說聖靈的工作就是神和人中間 耶穌就是我們的忠寶 因為耶穌救我們 但耶穌升天之後就猜派另一位保衛師來 他就要帶領我們 在我們基督徒的生命裏面 所有神的感動 神的帶領 叫我們悔改 信靠耶穌 激勵我們的生命 賜給我們能力全去聖靈工作 聖經講到 當然這些一切聖父聖以聖靈一起工作 但我想說在聖經裡面說的 仇用的說話 是說到聖靈臨在人身上 或者聖靈充滿的 而聖經裡面也有說到一個點 就是神所重用的人 多數都是聖靈充滿的 你看回 我現在舉例子不是全部 因為時間關係 但你會看到很多都是聖靈充滿的 還有這句說話 下面的兩句說話很多時候出現 就是說 耶穌的靈降在他身上 然後跟著神就猜派他做一件事 或者耶穌的靈大大感動他 即是說到神很大的工作 即是說 原來我們和神的關係 不單是我們的頭腦明白聖經 不單是我們的行動去遵循神 亦都是跟神有這種靈的相交 因為我們神是一個靈 我們也是靈魂來的 我們是一個靈魂 住在一個身體裡面 在我們的生命改變 是需要我們和神的靈相交的 好了 這裡講了很多例子 即是神重用的人 多數都是聖靈充滿的 還有當數都有神職歧視 聖經講到 將聖靈工作和神職是掛勾的 有些人說 為甚麼要著重神職呢 其實不是我著重 是聖經講的 是要證實所存的 這個是神的工作 亦都是祝福醫治人的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特地去誇張 要講神職歧視 即是 其實信主和悔改更新 都是神職來的 不過神也都用一些醫治性 異能 按邪靈 不同的工作 在這裡有很多不同的人物 我們很快就這樣講過的名字 約生 摩西 做聖靈的 比撒烈 都是要聖靈充滿的 七十個長老 摩西身上的靈分過 七十個長老 約書 俄陀列都是一個士師 基電也是士師 參宣也是士師 薩姆爾 和 先知門徒 他的先知門徒 都是被聖靈充滿的 大衛 以利亞 和他的門徒 即是這裡有兩個人在舊約裡面 是他的先知門徒 都是有聖靈充滿的 一個是薩姆爾 另一個是以利亞 以利沙 他是恨求人華的靈 加倍感動他 以賽亞 以西傑 以西傑有很多經歷的 被聖靈帶到不同的地方 看到不同的異象的 但以利 他能夠解很多預言 解很多疑夢 撒加利亞 講到申約的時候 就是施世約翰的爸爸 然後以利沙巴 施世約翰的媽媽 然後施世約翰在武福就被聖靈充滿的 西面一個老人 去等耶穌出現的時候 也是被聖靈感動 耶穌自己 門徒 初期的信徒 七個執事 阿拉利亞 和保羅 這些其實只是一些例子 不是全部的 在聖經裡 將聖靈和神職歧視 是掛勾的 在哥倫多前書十二章九節 即是講到 神職歧視是聖靈帶來的 是聖靈的工作 在這個經文裡面講到 第九節開始裡面講到 蒙聖靈賜給他醫病的恩賜 行義能的恩賜 作詩之的恩賜 滅滅諸靈 說謊言 翻謊言 即是醫病 行義能 其實這個是聖靈很想給我們 我們都可以有這個能力的 我希望大家相信 我們可以的 因爲當人病得醫治 是可以生命很大改變的 所以這個媽媽和這個寶寶 要經歷他 阿拉利亞 阿拉利亞 更加要經歷他 更加愛主 對神有回應 我們每逢見到有神的工作 好了 我們現在舉一些例子 做聖靈的聖物 有時我們覺得這些事情 好像一些技工 即他是一些高級的技工 做一些非常精巧的聖物 在聖殿裏面的藥櫃 那些基路柏 和祭司的衣服 我們覺得這些好像是 一些事務性的事務 但是這條經文講到 《日春埃及紀三十一章》第三節 《我有願望的靈充滿它》 是誰都比撒烈 使它有智慧 有聰明 有知識 能做各任的工 能想出考工用金能和製造國物 即是說如果製造這些物件 都需要聖靈的同在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都需要神的同在 都需要聖靈的充滿 我們每一個人做任何的事項 我們都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整個生命給神充滿 是時時聖靈充滿 隨時隨地充滿 今天聚會之後 我們會有些訓練 我知道下午你們不可以留下 但是我們會有短的訓練 就是訓練怎樣 隨時隨地有聖靈充滿 譬如我現在講到 我一直有聖靈的能力在我身上 我一直在愛神 我一直在感受神的能力 聖靈的能力是可感受的 所以這裡看到 做聖物都要有聖靈充滿 何況我們任何的事項都是需要的 約斯亞在《新美記》三十四章九節 因為摩西快要把他接去 接去之前就要選了約斯亞 那神要他做甚麼呢 就是按手去他的頭上 他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即是說首先 這裡講到充滿 即不只是有聖靈 是充滿他 我們每一個人不是有聖靈 不是經歷過聖靈 是充滿 這樣以色列人就聽從他 朝著爺華身父摩西的朋友 即是說 我們真的要 生命完全被神充滿 被神使用 那你無論做甚麼 神都會祝福你的 好嗎 好 凡事都做得這麼好 就算甚至做生意 如果你中間有些人 不是那個人做傳道的 你有做生意 你有打工的 神都可以祝福我們的工作 文書記11章17節 那裡講到 這裡其實這些 第一 我就是有個 PowerPoint 傳給一些人 但如果你們沒有 你們有些可以寫筆記 或者可以過後問我 也可以 記得那些經文 回去看 文書記11章17節 就講到甚麼呢 神要將摩西身上的靈 分降給七十個長老 那為甚麼分降給他們呢 因為呢 神就說 你這個工作太沉重了 你要照顧那麼多 以色列人太沉重了 我要將這個工作 分次給七十個人 七十個長老 分次給他們的時候 首先呢 聖靈要充滿他 在這個經文裡面講到甚麼呢 他說呢 要把降於你身上的靈 分次他們 他們就跟你同當這個本百姓的重任 就是負責做這個事奉 就要有四年的充滿 所以我們帶領這個教會 都是需要四年充滿武力 我們做甚麼都需要 然後免得你獨自擔當 然後二五節 然後在雲中降臨 對摩西的說話 將降於他身上的靈 分次七十個長老 那即是這裏講到第一 摩西自己都是 極度聖靈充滿 然後將他的靈 分次給七十個長老 靈停在他身上的時候 他們就受感說話 其實原文呢 是什麼呢 是說語言 那你翻譯聖經的人呢 他們呢 全部呢 將他叫做受感說話 就沒有將那個原文的意思翻譯出來的 就是原文呢 就是說語言 他們全部就在那裏說語言 他們在那裏受聖靈的感動 說語言 那這裏講到的一件事呢 就是聖靈充滿的時候 其中一個跡象呢 就是人會開始講一些 他平時不講的東西 他不知道從哪裏來的 神賜給他的訊息的 那譬如我們也都有人會講謊言 就是聖靈充滿賜給他 聖靈充滿的時候 其中一個是超自然的 不是人做出來的 是真是神的作為 那我自己親眼見過那些人呢 其中一套 忽然間他就開始講謊言 他從來沒有講過 他也都不知道講謊言是甚麼 但是呢 聖靈就臨到他身上 他就會講謊言 那你說到七十個獎勞呢 他們就受感說話了 就在那裏說語言了 跟著呢 但有兩個 七十個獎勞 有兩個沒有出席 就留在他自己的帳幕那裏 為甚麼沒有來 聖靈沒有解釋 那這兩個人呢 在文數紀十一章二十六字那裏開始 他們就沒有去到回幕 怎知道呢 他們靈庭在身上 他們在營裏面自己有一套說語言 這裏翻譯了做說語言 即原文意思是說語言 那當時呢 若書下見到呢 他心就覺得 不是很... 不是很強 為甚麼呢 因為這兩個人沒有來 為甚麼他們可以在營中 在這裏受感說話 那他就不太接受 怎知道摩西就回答他了 我一起讀一讀 後面那裏 二十九字摩西對他說 他說甚麼呢 你為我的緣護疾導人嗎 為願耶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 願耶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上 這個經文呢 是很寶貴的 希望大家記得 文數紀十一章二十九節 這個講到他說呢 為願耶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 即是每一個都 說而言都受聖靈感動 這個是超自然的 因為他不是正常說的 他們沒有正常這樣做法的 是忽然間聖靈臨在他們這樣做 所以為願每個都是這樣 有這個超自然的經歷 聖靈臨到他身上 然後呢 願耶華把他的靈降在他身上 那這個經文告訴我 神是想多少人被聖靈充滿 全部 而在約爾書和善良傳第二章講到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僑貫有血氣的 就是所有血肉的人 當然這裡講到 神的心意全世界都是 但是 因為很多人不信耶穌 所以神的心意就是 所有信耶穌的人都在世上 即是血氣 即是說 即是在世上的時候 都被聖靈充滿 這個是神的心意來的 所以我們的心態是祝福 希望每一個人都經歷聖靈的臨載 好啦 這裡呢 薩姆爾記上十章五節 是講到 薩姆爾的先知緩徒 這幫先知緩徒 就跟著薩姆爾 在十九章 就講到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一齊就和 是有 薩姆爾監管他們的 那他們一齊 在鼓塞激鼓 吹笛 彈琴 偷受錦說話 他們個個都受錦說話 然後呢 當掃浪 因為當時 神就使用 摩西 對不起 薩姆爾就高立掃浪 做以師不是第一個 不過可惜他後來不聽話 但依然 當薩姆爾高立他的時候 都是想他被聖靈充滿的 於是就叫他去這幫先知緩徒那裏 那裏 第六節那裏到第七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耶穆爾說 一靈必大大感動你 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 你要變為新人 這兆頭輪到你 你就可以趁時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好了 在這裏所講到的呢 就是神的靈要大大感動你 當你去到這幫先知那裏 你就會神的靈大大感動你 你就與他們一起受感說話 這也是一個超自然經歷 這裏我用藍色 就是講到一個超自然的經歷 他們就是一起受感說話 和他們一起受感說話 和他們一起受感說話 而且要變為新人 這個很特別 就是他整個生命改變 但是這個改變 不擔保他以後改變 聖靈工作正如我們信主一樣 是這個人一直聽話 後來人聽話 這個是他的問題 不是聖靈的問題 有些人說 聖靈充滿又是這樣 因為神是不會強迫一個人 一直跟從他 他會感動人 但是人聽話的時候 這個是人的問題 但是神做了他的工作 他就變為新人 就是整個人生命更新 這個很強勁 他去到那個聚會 就變為新人 如果是這樣 那些人來到這個教會 又變為新人 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們需要神的同在 這麼強烈的同在 好了 第七節講到 到底什麼原因 他說你去到那裡 這個少頭臨到 你就要趁事而做 就是趁這個機會做 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做什麼呢 就是去親近神 被聖靈這麼大充滿 珍惜這個機會 因為神與你同在 這句說話很重要 神與你同在 神的同在 聖靈講到 神是無所不在的 我去哪裡躲避你的靈呢 沒有地方可以躲避神的靈 全世界都有神的靈的存在 如果這裏講到是神無所不在 這裏就不需要這樣說 你要趁事而做 因為四維都是神的同在 隨時隨地都有 如果是神的靈同在 所以這不是講到神無所不在 第二個同在是什麼呢 神的子民有神的靈同在 所有信神的人都有神的同在 但這個經文是否講這件事呢 都不是 如果是的話 幾多以色列人都有神的同在 隨時隨地都可以 但這特別講到去到這班先知那裏 你要趁事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即是講到 當這班先知一起去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同在是特別強力的 你去到那裏就有第三級的神的同在 即是不只是普遍的同在 明白嗎 第一級是什麼 神普遍的同在 第二是什麼 在神的子民身上的同在 第三呢 就是神強烈的同在 當一班人親近神很強烈的時候 就有強烈的同在 所以這裏就說你要趁事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是講到一個強烈的同在 當我們有這個強烈的同在 你就會看到神的工作很強烈 其實我自己有很多這樣的影片 我放了在這個手指那裏 放了一些在裏 即是神是真的可以很強烈的同在 我曾經試過一次去宣教 這次我未曾試過 即是神的同在是我沒有期望的 因為我去過路中 那我在途中我又黑眼睡了 坐車 那我又祈禱 即是我黑眼睡 我又想休息 我又在心一路祈禱 然後呢 當我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下車了 下車他們就歡迎我 然後呢 其實那個地方我曾經去過的 為他們祈禱過土 他們經歷聖靈 我又訓練他們怎樣聖靈充滿 那我傳導人的女兒 就走過來跟我握手 她一握手 她就聖靈充滿 因為這一次呢 不是我特別去祈禱的 是只是去招呼 聖靈就臨在她身上 然後跟著她的姐姐呢 在大約三四尺遠 也都同時被聖靈充滿 就在那裡講謊言 又很激動 又在那裡哭 又被神感動她 那就是神的同在 是可以跟著我們的 是隨時隨時可以跟著我們 希望大家都會這樣 時事都會學無神的同在 那你在YouTube呢 最近我都放了一個影片 就是有人呢 就是充滿喜樂 等一下又哭 等一下又喜樂 為什麼又會哭又喜樂呢 哭就是感動 她又悔改 她又自除 跟著她又充滿喜樂 我們看到神很真實的工作 好了 那講到三月經常 十九章呢 第十二十節開始 就講到聖靈的同序 都保護大衛 因為當時呢 蘇羅就不聽話 他就違抗神 他就見到神呢 簡訊了大衛 他又不喜歡 他就妒忌 他就追殺大衛 那他追殺的時候呢 他又去這個地方 有這幫先知門在那裡 他們就全部受感說話 第二十節那裡講到 那這裡就講到 做什麼 就是薩摩爾監管他們 就是說他們不是自己 自己走在一起 而是薩摩爾帶領他們的 是薩摩爾 有這個心態 有這個目標 很想訓練這幫先知門徒 被聖靈充滿 所以他就監管他們 然後呢 就打法去捉大衛的人 去到呢 就被聖靈感動他 就在那裡說話 就是受聖靈感動說話 就是又在那裡說語言 去了三個 第二個又一樣 又沒有捉人 又回去了 第三個又一樣 那最後薩摩爾就 我自己要去 為什麼薩摩爾去的時候呢 他呢 就一直走一路 又在那裡說話 就是聖靈感動過 結果他又沒有捉到大衛 就是原來神呢 就會做這些 保護的工作 那希望我們大家呢 看到 原來聖靈保護我們 所以我們 有聖靈充滿 走神的路 我們不用擔心的 要不要擔心啊 神會保護我們 你的生命很寶貴的 你聽神的話呢 我們是非常寶貴的 我們是聖靈的電來的 一個聖靈充滿的人 他的聖靈是更加 充滿神的榮光的 曾經有個這樣的 見證 應該在網上有的 Youtube有的 有一個呢 以前是魔鬼教的人 他就去 和兩個魔鬼教的人 一起去 新班尼的聚會 要就座他 他們就去參加聚會 一直在座位上 不斷就座 那這個是網上有見證的 不過見證呢 也都是他的樣子 看不到的 因為如果看到 他心裡會有危險的 他就一直就座 怎麼知道呢 他就說 新班尼就指著他們那個方向 他就說呢 你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直落地獄 那三個人呢 其中有一個呢 後來信耶穌 後來他生命很大的更新改變 他又作見證 那他就說什麼呢 他說我看到 新班尼後面 有榮光發出來 因為他們是接觸靈界 他們看到有神的榮光圍著他 即是說 當我們走神的路的時候 神的靈和我們同在 是會祝福我們的 我希望大家呢 深信這件事 人靠人 可不可以一定成功啊 不一定的 但是你靠神 你一定可以成功 因為神會祝福你所有的事 所以你想 在你的生命 不要浪費呢 你就真的走神的路 你想不浪費你的生命啊 不想啊 你跟靠人說 我們要珍惜生命 我們要被聖靈充滿 神就會大大祝福我們了 神就會大大祝福我們了 神就會大大祝福給我們了 神就會大大的詩恩給我們 好了 那這裡呢 歷代至上二十八章十二節 聖經講到呢 當薩姆爾高立大衛的時候 他也是聖靈大大感動他 我沒有把我的經文打出去 因為太多了 那這裡講到呢 就是大衛呢 他很想起聖殿 但是神說 你不可以起 你的兒子呢 所羅門會起聖殿 但是 他真的很愛神 神就將聖殿的樣式指示給他 他跟神的關係呢 比較 所羅門跟神的關係 深很多很多 並且他為他預備 很多豐富的材料 很多錢啊 很多金銀 很多各樣的材料 預備起這個聖殿 但是他真的很愛神 那神呢 就將這個聖殿的模式指示他 歷代至上二十八章十二節 又將被靈感動所得的樣式 就是耶華神殿的院子 周圍的房屋 殿的府庫 和聖物府庫的一切樣式 都指示他 我想問你 這個指示 多不多 很多 很多 就是說呢 那個指示是很清晰的 是很詳細的 他要寫下 就是說大衛同神 真的有一個很深的關係 他能夠領受到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並且呢 他在詩篇二十二篇呢 他是講到耶穌的經歷 耶穌十字的經歷 詩篇二十二篇 這十字的情景呢 形容出來的 就是他在和神的溝通的時候 他進入神的靈的存在 以至他可以經歷到耶穌的經歷 所以他用第一身的 但是用第一身呢 因為耶穌也是他的後裔 所以他能夠用第一身 但是他寫的時候是很不合理的 因為大衛從來沒有被殺死過 那麼他說 他們刺穿我的手 刺穿我的腳 將他安置在死地的塵土 就是我所有的血都流出來 如水被倒出來 那為什麼他能夠會說這些說話 因為按照日常理解 人們應該說 大衛你有沒有搞錯了 你都沒有被殺死過 這個預言是看上來很不合理的 但是呢 後來應驗我們就知道是很合理的 但是當時來說 那些人看都不太明白的 為什麼大衛說 我手被人刺穿 我又被人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因為到死的 他都不是被殺死的 所以這裡給我們看到 大衛他真的和神有很密切的關係 你想跟神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我們都希望大家渴露聖靈 好了 這裡講到聖靈驚動敵人 《聖皇記》下十九章七節 這裡講到神話 我必驚動原文是使靈進入他的心 這個是誰呢 就是阿術王西拿基立 他聽見風聲歸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裡倒在刀下 然後三十五節 當晚夜話的使者出去 在阿術營殺了十八萬五千人 清早人起來一看全是死 然後他就回去 這個西拿基立王他就自己回去 這裡看到什麼呢 就是聖靈他會做攻擊神敵的工作 神可以按照他的心意做這個工作 神可以保護我們 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 我們的生命神很體重 其實你想一下 普通人是靠什麼呢 靠錢 靠財幹 靠自己做得夠勤力 靠機會 靠人事關係 是不是 多數人靠這些 但是呢 我們靠的是全能的神 是不是最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的心就說 我們不只是靠 我們不是靠世上的東西 雖然我們一樣做工 你要做工 你要做工 你不要說 我靠神 我不用做工 不是這樣的意思 有些人說 是不是耶穌叫錢 在天上跌下來給你 不是這樣的意思 很多人敢攻擊 攻擊那些人 我們又問他 你拜那個神 是否又把錢跌下來給你呢 其實沒有一個宗教 是錢會跌下來的 那這個是真神來的 耶穌是真神 但是他不會把錢跌下來給你的 神是會叫你做工 然後賜給你需要用的飲食 但是呢 神也會有時候 用神即其事 將你需要用的賜給你 我自己經歷過很多次 是神真的是 各方面供應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無論你是傳導人 因為不是 就算你不是傳導人 你的生命 是不是在神的手中 是呀 是呀 其實是不是最穩陣 是呀 在神的手中最穩陣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你有生一日 你就珍惜神 我聽你的話 我親近你 遵從你 神一定祝福你整個生命 有些人說 祝福很慢 我們要處理生命的 我有一個教導 叫做輕鬆得勝 你上去YouTube 你就會見到我這個廣道 還有去4scene.com 你就會見到寫的文章 現在我還在修改 現在有一個全新的版本 差不多出得了 因為我把更多例子放進去裡面 還有更多方法 怎樣處理寫文 你真是處理生命 你就會發覺 你的生命 就更多給神使用 如果不處理生命 你就會發覺 好像跟神的關係很遠 很多問題 經常都不開心 很煩惱 這個是需要處理的 當你處理了之後 神就大大祝福我們 好了 接著在《列王記》下 二章九節開始 講得很特別的 這裡就講到以利亞 它是有一班先知門徒 因為後面一直講到 這班先知的 然後就講到 其中一個門徒 就叫以利沙 以利沙就特別 很熱切 要跟從以利亞 並且要被感動以利亞的靈 加倍感動她 她特別熱心 她就跟著跟著以利亞 直至到神將她接去 然後她就領受了 這個聖靈的充滿 在《列王記》下二章九節 以利沙就說 以利亞就說 你跟著我做什麼呢 你想要什麼呢 她說 她不是要她的錢 她不是要她的地位 她說願感動你的靈 加倍還是感動我 就是感動你的靈 加倍感動我 就是神的靈 加倍在我身上 然後呢 以利亞就被接星天 接著 那件衣服就留給她 留給她之後呢 然後呢 以利沙就拿了一件衣服 就說 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 然後就打水了 將她打過河水 一打的時候 水就左右分開 以利沙就走過水過去了 十五節 一起跟 住耶利哥的先知門徒 從對面看見她就說 感動以利亞 靈感動以利沙 靈感動以利沙 這裡看到一件事 當她見到她一打水 那些水分開 她們就下了一個結論 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感動以利亞的靈 已經感動以利沙了 即是說她已經聖靈充滿了 就有這個能力了 所以這個經文也是 除了臨前十二章 很清楚將聖靈充滿 聖靈和超自的恩賜 放在一起 這裡也是一樣的 當她打水的時候 水分開呢 那些先知就說 感動以利亞的靈 已經感動以利沙了 即是說 這個是證明以利亞身上的靈 已經降在以利沙的身上 所以她有這個神跡的能力 那這個是聖經告訴我們 但是神跡不是為了神跡的 神跡的目的是為了 正實所存的道 馬克福音第十六章 那裡講到 不只是為了神跡的 是為了帶領人信耶穌 跟從耶穌 更加跟從耶穌的 很多人經歷神跡其實 真的很大改變 我們看西日的聖經 和舊日的聖經 有沒有看到一些神跡 跟著那些人信耶穌 有沒有看到 很多這樣的例子 拉薩路從世的復活 跟著那些猶太人 有些就信耶穌 那些很多得醫治的人 跟著周圍的人就信耶穌 那個被鬼附的人 他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耶穌 耶穌說不行 你要留在那裡 向周圍的人作見證 跟著他就留在那裡 向那些人作見證 那些人聽到就很驚奇了 即是他又作見證 那些人聽到 驚奇 驚奇可能有些人就信了 對不對 聖經裡面看到 就是行神跡歧的目的 是叫人去信靠耶穌的 好了 而聖經說到 耶穌都是被聖明充滿 沒有限量的 因為這件事是沒有人能達到的 因為我們有罪 始終有罪性 那個聖年充滿就沒有限量的 沒有限制的 但是我們可以被聖年充滿更大 在這個世界上有些基督徒 真的聖年充滿是很強的 是每一個人都有強有弱的時候 你越親近神越聽神的話 就越強的 所以我們有這個目標 耶穌都被聖年充滿 我們都想被聖年充滿 而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在小林篇十章三十八節 這裡說到 耶穌行神 即靠什麼能力呢 我們看看這個經文一起讀 神怎樣以聖年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穌 這都是你們知道的 他周遊四方行善事 依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 因為神與他同在 在這裡說到 神用聖年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穌 於是他周遊四方行善事 依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 因為神與他同在 在這裡說給我們聽什麼呢 就是耶穌行神即其事 都是靠著聖靈 神的聖靈和能力降在身上 攻活他 如果耶穌 耶穌其實可以靠他自己的能力都可以 因為他都是神來的 聖父聖子聖靈 是三個一體的真神 一個神不是三個神 但是三個person 三個可以單獨存在的 但是一個神 這是一個奧秘來的 我們很難明白的 那這裡說給我們聽的是什麼呢 就是耶穌呢 聖父聖之聖靈是很合一的 耶穌行神聖的時候 都是聖靈在他身上高末 他所謂的行神聖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需要聖靈的高末 來行神聖其事 是的 所以我們做的事都是需要靠聖靈的 即是一個原則就是 神聖是靠著聖靈的 好了 聖經也說到 新的接觸可以帶來聖靈工作 盧家福音八章四十六節 耶穌就說 這兩個經文 希望大家記得 盧家福音八章四十六 和盧家六章十九節 耶穌說 總有人摸我 因我覺得有能力 從我身上出去 即是耶穌感覺有能力出去 因為耶穌感覺到 有人摸他 接觸出去 接著到盧家福音六章十九節 一起讀 眾人都要摸他 因為有能力從他身上發出來 醫好了他們 這就講到 就是那些人 感覺有能力出來 因為有能力在他身上出來 醫好他們 於是他們就摸耶穌 即是說這件事是傳開了 即是一個人試過 咦有能力 摸到耶穌有能力 告訴別人聽 別人又做 做一做一做一做 越多人做 所以盧家福音就記載 在盧家福音裏面 其實在其他福音書 都有記載這件事 即是說 當時大家已經知道 這件事是真實的 我們看到的就是 聖靈的運作 很多方面有透過聖經 透過我們討告 但是聖經也有說 透過身體的接觸 所以聖經有說 按手祈禱 聖經有例子 不只是耶穌是這樣的 他的門徒也是這樣的 彼得 善良主義五章十五節 他就說到 很多人將病人抬到街上 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 或者得他的影兒 照著什麼人身上 即是那些人都放在街上 等他過來 還有很多人帶著病人 被魔鬼磁磨 從耶路撒拉四位的成音來 全都得了醫治 這要告訴我 聖靈的同在 亦都在彼得的周圍 他走過的人 就得到醫治 另外是寶羅 一起讀一下 《思量傳》十九章十一節 神殖寶羅的手 行妖身非常奇事 甚至有人從寶羅身上拿手巾或遺品 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 惡鬼也出去了 這件事好像很神奇 即是說那些物件放在寶羅身上 都有能力 聖靈會隨著那些物件去到那個人身上 但我告訴你 現在有一個報道家 亦都曾經這樣做 是誰呢 是你可能 可能沒有聽過 但我有一次 神給我一個特別的機會 在車上 當我看這本 我一本 拼音聖經的時候 他在看我一本聖經 我就跟他聊天 他就後來告訴我 他說以前 他參加過 葛培尼的報道會 其實他沒有參 參不參加 我不肯定 這個部分 我忘記清楚 但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當時有個病很嚴重 他的脊椎歪了 他睡在床上很辛苦 因為脊椎歪了 所以睡得很辛苦 到他去了聚會 然後有一條手巾 他們要把手巾交給葛培尼 他們說 他的手巾祈禱 然後派回給他們 到他在家裡領受 在聚會領受 這個部分 我就忘記了問他 然後那個手巾放在身上 他說就康復了 很神奇 很神奇 是割陪你 他早期是有這些醫治的 但後來可能因為 為了傳統教會能夠接受 所以他就沒有再做這件事 但這個人可惜 那幾天 就有個和尚來到他家裡 就跟他說 你要拜安地主 拜神 他就安了 安了 立即那個病回頭 是很可惜的 這個是一個 是我親耳聽到的見證 不過他不肯釋落 所以我只能夠 我親自聽他 還有我當日為他祈禱的 他是信耶穌的 不過他就是 他是信耶穌 不過他信得來 他不是信得很真 有時候有些人 他經歷不是代表他一定很真 但他是有上教會的 即是未必信得很強 那我就解給他聽 那我就鼓勵他 要不去親近神 好了 那這給我們看到 即是說這件事 在耶穌身上有 身體接觸 在保羅彼得身上有 以及在葛埔里身上有 其實我們都有 因為耶穌說了我們 搜案病人 病人做些好料的 好了 《善良傳》八章五節 《肥利》 在薩瑪尼亞宣講耶穌的時候 眾人聽見又看見肥利所行的神跡 肥利不是十二門徒之一 他是七個執事之一 但他都有神跡歧視 有很多 第七節講到 因為很多人被污鬼附著 冷色鬼大聲呼叫 從他們身上出來 還有許多癱瘓的 他都得了醫治 那這個講到 即是說這個 七個執事之一 另外一個是平信徒 阿拉利亞是平信徒 他不是七個執事之一 他是一個門徒 但他不是十二門徒之一 神叫他去阿拉利亞 就去了 進入那家 把手按在薩瑞心上說 兄弟薩瑞 在你來的路上 向你顯的主 就是耶穌打法我來 叫你能看見有被聖靈充滿 所以他就 祈禱叫他的眼睛看得翻 因為薩瑞見到耶穌之後 眼睛瞎了 叫他能夠看回 同為被聖靈充滿 所以這裏告訴我 就是不僅是傳道人的 平信徒都可以為人祈禱 可以有這個聖靈帶來充滿 又給我看的 就是他刻意為他祈禱 叫他聖靈充滿 即是說 不僅是等聖靈充滿 有些人說 等聖靈 聖靈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 但這個經文是告訴我 他是刻意去做的 他特意去神 叫他去做 為他按手 然後他是經歷聖靈充滿 所以是我們應該去做的 好了 接著呢 第二點 第二個大點 先說的是 新教育裡面 不同的例子 人經歷聖靈充滿 還有有神跡歧視 還有生命的更新 有這種能力 也都在我們身上 接著說到聖靈更新 我們的靈命 對著什麼幫助呢 我們的靈命的幫助 羅馬書五章五節一起讀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囂貫在我們心裡 這裡說到 就是 神的靈可以進入我們心裡面 傾倒 囂貫就是倒下來 那我自己呢 就在1998年的時候 有個報道家為我按手祈禱 真是經歷到這個傾倒 是很強烈 強烈得很厲害 感動到 真是難以形容 整個人好像滿了 那種感動是滿到 我能夠形容 在裡面完全的感動 被愛 輕省 也都感覺到神的聖結 又好像在天堂那種感覺 是非常超自然的 很明顯是從神那裡 因為是聖結的 而且是很輕省 很感受到愛的 還有之後呢 我的生命很大改變的 真是聖靈囂貫 有些人說我沒有試過這樣 不是一定的 有些人一下子 有些人慢慢來 不要緊的 總之你渴慕 你渴慕就慢慢慢慢 越來越充滿了 這是最重要的 是聖靈真是 神的愛可以放在我們心裏 真是會更新人的生命的 真是我們會跟神的關係更加密切的 詩篇九十篇十四節一起讀 你使我會早早霸得你的慈愛 好見我會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這裡要講的是 慈愛呢 這裡聖經用一個字眼 用一個飽的 慈愛吃不吃得的 不吃得的 不吃得的 不過這個是用一個普通的字眼 形容一樣 熟靈的事 就好像吃飽 神的愛 其實是不吃得的 不過形容 圣经都有不同的 就是好像我如鹿喝无稽水 那我们又不是鹿 怎么好像鹿呢 就是好像鹿的喝无程度 就是一个形容 用一样的形容 那这也都是形容 就是说好像吃饱东西 饱得神的爱 就是要讲到神 要我们不是只是 是不是只是头脑知道神爱我们 不是哦 而是真的饱得 就是享受 整个人充满了 那有什么后果 好叫我们怎么样 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一世都开心 其实做人只有做一次的 是不是 你今天 今早可以再做一次 行不行 你做完的话 我不喜欢 我要再做一次 不能再做 我们只有向前做 选择一个方法 你想选择开心的方法 你猜可不可以了 可以 你每天赞你神 感谢神 你就可以每天都喜乐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会每天都感谢神 相信神的恩典 你就自然会起落 天天都 从早到晚 每天有一段时间 是专心的 讨告亲近神 看神的话语 然后呢 你整天 无论行到乘车 你都是整天这样 你就慢慢 你就饱得神的慈悦 这是很大的生命的更新的 还有呢 他会更新我们灵明的 整个人改变的 《撒妹记》上10章6节 那道杀 扫罗 去到那班先知门徒 他就怎么样 他就说 你要变为新人了 整个人改变了 神真的改变了 我自己很多时候 我在预备信息 我看到真的好 我唱诗歌 Hallelujah 我唱了 整个人好像 有一种更新的感觉 整个人很有力量 很有信心 真的很享受神 真的为了个人都被圣灵充满 很想个个人都被神改变 他心里面就会有一种热切的心 希望我们大家都会有这种热切的心 心里火热 好了 和圣灵所记火之是什么 一起读 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时 良善 信实 温柔 善逝 在我们心里面 是不是充满怜悯的心 常常爱人 有时不是的 我们求主帮我们 常常都怜悯人 神喜爱连衰 当我们常常是连衰人 神很喜欢的 所以我们不只是自己得连衰 我们要连衰周围的人 你愿连衰人 连衰人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无连衰 一定会蒙连衰的 所以 连衰人是最好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有圣灵的果子 就是亲近神 自然就有更多的爱 喜乐 神的平安和平 忍耐 耐心 跟人相处的耐心 是不是 是的 恩慈 就是有一种kindness 常常对人好 kindness 良善 良善 就是善良 就是不要邪恶 善良的 信实的 有信用的 答应了要做的 我们信靠神的 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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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是好像 那些电影的温柔 那样挨着那个男孩 温柔是 人是会柔和的 就是跟人说话的时候 不是容易激气的 见到什么不合情理的时候 人家做得不好 不会啊 为什么这样 这个就不温柔了 而是 不要紧要的 他做错是他的问题 我们不用背上身 不用发怒的 他做错 我们温柔的心对他的 还有节制 不要看太多电视 上太多网 其实应该尽量 少看电视 因为看电视 真的浪费很多时间 我的时间很宝贵 因为我们看圣经 提讨 神要我们写的东西 还有祝福人 是帮很多人的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 好了 跟着第三 那圣经充会怎样帮助侍奉呢 以赛书十一章二节 我一起读一下 耶和的灵 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此当有智慧和充满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的灵 那这个讲到呢 就是什么呢 神会给我们智慧 智慧就是什么呢 能够在适当的时候 知道做什么东西 说什么东西 怎么处理 就是应用我们学过的东西 叫做智慧 有聪明 能够很快明白这些事情 能够学也学得快 能够呢 很快记得圣经 这个其实 记圣经你是越记得多的 有谋略 神给我们 有谋略 就是说 怎样做法 有什么策略 神会给我们的 还有有能力的 有知识的 能够认识神的知识 还有有敬畏神的心的 就是神会赐给我们的 你想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不是一定要读很多书的 有人说我读书不多 但是你的心通了 你爱神了 你的灵就会通了 你思想就会敏锐 当然年轻人最好 你又读书了 为什么呢 读书读得好 读书都是可以有神的智慧的 你读书读得好 你什么东西都会容易更加 学得快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真的有神的灵帮助 有聪明智慧 还有谋略 做什么事都有帮助的 跟着呢 撒加利亚书416节 要靠耶华 方能成事 他对我说 这是耶华 只是所罗巴伯的 万分之耶华说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做事呢 忘记了问神 到底怎么做法 有没有记得 有 很多时候呢 做些什么时候呢 只是自己想完就做的了 就算写 讲道呢 有时候那些人都是 脑子想完就写的了 不是一路祈祷 一路被神的灵感动 或者是去帮助某个人 都是没有问神的 其实我们随时随时问神 我们怎么去帮这个人呢 做什么事 都是倚靠耶华 还有那个能力是出于神的 神会给你很大能力 还有很大信心的 你越做越厉害的 真是的 你越做越好的 你有什么地方你需要神 其实什么都需要神 你就神帮我 时时亲近神 神就会帮我们的了 而神应许 这里我们讲的几样 都是讲到我们可以得到的 就是 我们刚刚看过的 如何帮我们侍奉呢 第一 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谋略 能力 第二 就是以靠耶华 万事都能够成事 然后跟着耶稣叉议我们出去的时候 是给我们这个应许的 马可福音16章15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他有对他们说 你们往好天下去传福音 批曼文庆 17节 信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福安名赶鬼 说身方言 手来拿石 若喝了什么毒物 那边不受害 手往病人 病人就必好 20节 主我三门同宫 用神迹随着 正神所存 这个经文说给我们听 耶稣叫他们去哪里传福音 好天下 好天下 是不是只是天水围呢 不是的 是四围全世界 有机会就去传福音 然后信耶稣的人就怎么样 信的人就怎么样 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有什么神迹呢 奉耶稣名赶鬼 说身方言 神可以赐给你 四年充满就能够讲方言的 所以这里也讲到四年充满的 然后呢 有两个就是受逼伯的时候 手能拿蛇 喝了什么毒物 有什么兽 这个应该是受逼伯的时候 被逼要做这些事的时候 神会保护我们 然后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 按手是不是只是牧师做的 不是哦 是什么人可以做的 信的人都可以做 所以你放心去做 放心去做的时候 神就更加使用你的 还有呢 圣经讲到也都赐给我们 圣灵呢 降在我们身上呢 赐给我们能力去 传好信息 这个以赛书来一章一字三字 传好信息 并且心灵医治哦 这个世界多不多人不开心啊 多 就算基督徒都很多不开心的哦 真的祈祷是很多不开心的人 可以经历开心 首先我们自己可以经历开心先哦 就是这个经文讲到什么呢 医好伤心的人 安慰悲哀的人 喜乐由代替悲哀 赞美医代替悠伤之灵 就是神可以医好人的心灵 那这件事可以带人信耶稣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圣灵的能力啊 还有传道呢 圣经讲到呢 不只是用言语的哦 所以只是用言语 不是圣经模式 这才 马昂方十六章都讲到 去普天下传方拍万民听 然后讲到信的人必有什么呀 神迹除有他们 也都叫我要怎么样啊 为人按手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就是圣经是讲到呢 叫我们传方的时候 不只是我们传方的时候呢 不只是用言语的 也都是用圣灵的能力的 好了 罗马书十五章十八章 这里讲到传方是怎么样的 一起读一下 除了基督值我做的那些事 我甚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值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歧视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方人信服 在这里讲到呢 他说藉着他的言语和作为 什么作为呢 用神迹歧视的能力 和圣灵的能力 那也都是将神迹和圣灵 放在一起的 就是说呢 我们传方的时候 不只是言语的 也都是有神迹歧视 和圣灵的能力 其实圣经有不同的地方 都讲到将这件事相连的 所以我们传方呢 也都可以为人祈祷 为他需要祈祷 求圣灵的能力 降在身上 祝福他的 好了 跟着呢 最后讲到是 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了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都是我们每一点 都是简略地讲的 第一就是悔改恨户罪 求主赦免离开罪 恨户罪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呢 他悔改了呢 神啊 不要叫我骂人啦 谁知道第二天又骂过 不要叫我不要发脾气啦 第二天又发脾气 那我们恨户罪 为什么骂人不好呢 因为会伤害那个人 会留下一个很不好的伤害 为什么不要发脾气呢 发脾气又会伤害人 还有又会伤害自己的心灵 没有平安起落 又没有好的见证 令到人反而不想听神的话 所以任何的罪 我们都要求主耶稣赦免离开罪 恨户那些罪 这个是每天做的 不仅是今天做 是每天都做的 先能够被四年充满 一定要每天都做的 第二呢 读圣经 爱圣经 相信圣经 应用和遵从圣经 爱神的话语 喜欢 就是说 就是不是好像 哎呦又要看圣经啊 哎呦 旋徒人说 要看圣经好了 看吧 就是变成勉强做 要喜欢 喜欢神的话语 喜爱神的话语 当你喜爱 因为神的话语 有很多宝贵的应许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耶稣所做的事 每次信他的人都要做的 很多应许的 神在身边有庭义的计划 很多应许的话 所以我们触实神的应许 这个就会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力量了 所以要喜欢圣经 好了 第三呢 就是信心了 相信圣灵 很想充满我们的 圣经有很多经文 讲到神很想充满我们的 很想祝福我们 西方的书三真十七节 他神在我们中间 必恩我们 一起和他欢恩喜乐 默而爱死 且一里喜乐 即是神是很开心的 所以你站住 神是很开心亲近你的 但是有些人站住 神为什么你这么久都不来呢 为什么我这么久都没有经历呢 就是经常数那个经历 其实有经历的人 也有这个有时会有一个弱点 就是经常要看那个经历 来都担心死了 神是不是离开我 其实不用担心 神经常都亲近我们的 我们有经历的时候 我们感谢神 没有的时候不要担心 不要不开心 只是相信耶稣祝福我们 好吗 不要有负面感觉 不要担心 不要说 今次没有那么强的 不要这样计算 就是我喜欢亲近神 神一定喜欢亲近我的 神因为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喜 开心得不得了的 即是每次祈祷 我知道神现在很喜欢和我一起 心里面有一种信心 时时都相信 好了 第四就是用心灵敬拜和赞美 神似的灵 所以拜祂用心灵成真 但是心灵这个东西是很难的 我发觉我训练很多人 都是很难这方面 我看要分开 我们的灵魂分开两个功用 一个是灵一个魂 其实是一个灵魂 我相信是一个灵魂 为什么死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灵魂出来 就不是一个灵 跟着一个魂 两个黏在一起出来 而是一个灵魂出来 灵魂有两个功用 一个灵 灵就跟神相交 魂就是思想意志感情 一起说 思想意志感情 好了 那我们怎么用魂来讨告呢 就是我们第一 整个思想认同圣经 就是圣经说 我完全认同了 圣经说 我要被圣灵冲去 我就认同了 圣经说我要奉献 我就奉献 圣经说我要爱神 我就爱神 他说什么 我全都认同了 第二 我决议 我决定将生命给神 神啊 我生命在这里 我欠给你 我决意跟从你 行不行 整个生命给神 这个就是决意 就是每一次都讨过 没有说 神啊 哎呀你又要我做什么 我不想了 太难了 哎呀 没有胆去做 没有能力去做 不用的 能力在乎神的 只要你靠神就可以了 缺义 还有感情 很多人跟神 就未必有感情了 跟朋友有感情 跟家人有感情 但是呢 就是跟神很远 我觉得 其实神很近 为什么近呢 你看到花草树木 有没有觉得花草树木很漂亮 有 真的很漂亮 你看 你自己画画和拍照 你看那些 那些照片有些树 是不是 看到那些树 你看一下 和真的树木是不同的 真的树木是很漂亮的 你看一下有些透明的 看到它里面 有一种生气 你看那些人也是 你看那些照片 那些人呢 而且你看那些真面 你看那些人的面 是有些少少透明的 少少 就是里面有一种生气透出来的 就算一个人死了 一条鱼死了 跟生的鱼 是不是有分别了 是啊 很大分别的 是不是 就是你看到 哇 神创造的生命 真的很漂亮 看到 哇 神做的真的好 神改变人真的好 整天都感谢神 这个就是 建立和神的感情的开始 整天都说 哎呀 神真的好 神在一个生命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信耶稣 是不是神用不同的方法 是不是 是 有没有感谢神 哇 神真的有很多计划 我们这样想 我用一个例子 譬如你妈妈和你穿一件冷衣 是不是首先要 啊 发觉你不够冷衣穿 可能有些人说 哎呀我妈妈没有穿一件冷衣 你不要 不要埋怨 我总之 你妈妈都肯在你身上有做的东西 起码肯有换过了解 是不是 一定有的 个个都有的了 好了 但是 当妈妈问我去穿一件冷衣 首先她觉得有个需要 她的心就关心了 是不是 她说 其实我大把电视看而已 可以看很多电视 可以去 行行行世界 为什么要穿冷衣呢 就是这样 她特意想到这个意念 接着她又去穿冷衣 穿冷 接着她又去穿 一路呢 就想着你穿 然后呢 给你穿 跟着穿上衣 穿上衣 觉得很合身 她说很开心 还有 煮饭的妈妈呢 煮完之后 个个都很喜欢吃 她又很开心 这里中间煮饭的人 就会知道这种东西 就是煮完的人 那些出来 个个都喜欢吃 就是 这些父母做的事 都是很有心意 是不是 是不是很欢喜的 我想说 其实神也是 神呢 因为很感动 那些人 每个都帮你信耶稣 跟着最后你信耶稣 神很喜欢的 你要这样想 神很喜欢帮我 真的很细心帮我 各样东西都细心帮我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想到 神如何安排 有没有 发现神很多地方 安排我们的生命 有 那我们就要感谢神 神很多心意 正如妈妈 会有这个心意 跟着去 想到去买 去选择 去选择 然后去职 职了之后 看到你穿又很欢喜 以后呢 你又忘记得洗 就和你洗完 实际上 他真的有很多爱 而我们的天父 都是一样 很细心 我经常都想到 这些 每一样东西 我都觉得很好 神做我们的眼耳口鼻 全身 都是很细心做的 我就很感谢神 所以我们跟神有感情 你跟神有感情 你祈祷 已经差不多去到灵的地位 为什麽呢 你的心很喜欢神 你就很容易被四灵充满 然后呢 灵的祷告就是 是凡在我里面的 诗篇103篇第一节 凡在我里面都清众神 我们就很容易被四灵充满 整个灵魂 你看看我怎样 就是不要说 耶稣我感谢赞给你 主啊我感谢赞给你 哈利多谢耶稣 整个灵魂 主啊很欢喜你 很感激你 很爱你 就是发出 在内心发出的 好了 渴慕 第五点渴慕 不要说自己救啊 以利沙跟了以利亚那麽久 但是他会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就是他不会说 救了 有时有些人说 救了救了 你祈祷过土了 不要救 永远都需要更大的 还有全福音呢 耶稣就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目了 就是我们全福音的时候 神就会和我们一起 会祝福我们生命的 按手祈祷也有帮助来的 是摩太后书一章六节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寂寞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挑黄起来 这个是我为人按手祈祷 很大的感动 我自己拍摄 我每次拿着一个相机 就这样拿着就拍摄 那神的灵灵就在他身上 我们可以接受 亦都可以为人按手 还有多操练为人按手祷告 多一些去操练 因为圣经说 审案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首先我们讲到几点 如何被圣灵充满 第一是什么 悔改 憎恨罪 离开罪 第二 看圣经 喜欢圣经 进从圣经 第三 有信心 第四 用心灵成神 而心灵成神学习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魂包括什么 思想 意志 感情 整个感情喜欢神 还有整个灵去喜欢神 第五是什么 第七 渴慕 不要说我够了 要渴慕 第六 传福音 神有与我同在 第七 按手 接受按手祈祷 然后第八 都去操练为人按手祈祷 我希望大家会相信一件事 圣灵充满不是只是帮助我们回教会 是帮我们所有的事 你日常生活 你从早到晚都可以好起来 你整个生命可以给神使用 整个生命都是充满满足能力 看到你的工作的果效 你做什么看到果效的 你会看到你整个生命 揭出果子的东西 耶稣有一天就说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福 你想不想更大被四年充满 有些人站住 有些人站住又怎样 充满 很随意 投入些 但又轻松我 不要投入神 那又紧张 不是紧张 轻松的 我知道神很喜欢充满我 有些人都可以 你每天用这些时间去享受神 神会和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起床 我们一起祷告 开声祷告 听我的天后 我们多谢赞美你 求主你的灵燃烧我们的心 让我们心里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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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更生我们的生命 主耶稣 你听我这个提到 你一直在心里面就跟神说 神我需要你更生我的生命 主耶我需要你改变我 我需要神你和我同在 你更生我 将我变为新人 因为我很多时候 我做事是用救人的方法 很多情绪 很多不开心 很多烦恼 很多愁闷 很多猛争怒 求耶稣释放我们的灵药 我们全而兴散 相信神一切都祝福 一切都带领 一切都安排 一切都帮助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担心 主耶稣 我们渴望你 我们渴望你 我们一起呼叫耶稣 主耶稣 我们呼求你 求你充满我们的心里 哈利利亚阿巴父 求你充满我们的心里 改变我们的心灵 亲爱的圣灵 求你更生我们 改变我们 充满我们 改变我们 每一个 让我们心里渴望 生存渴望的心 给神使用 主耶稣 我们愿意生命更大 给神使用 哈利利亚阿 一会儿每一个都 和耶稣说 主耶稣爱你 阿巴父爱你 我好爱你 我全心爱你 我愿意给你更生 愿意给你改变 哈利利亚阿巴父爱你 加我力量 加我信心 相信你就是这个地方 充满我 相信这个地方 更大的祝福我 相信你就是这里 你要使用我的生命 发挥我的生命 主耶稣多谢赞美你 多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我们有主真好 哈利利亚阿巴父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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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耶稣 wtedy 你一起让重心发出来 哈利利亚阿巴父爱你 哈利利亚阿巴父爱你 跟从你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 求圣灵充满我们 吸引我们被你使用 吸引我们荣耀你的圣灵 多谢主赞美主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大家留意一下 在这个祈祷过程 有没有感受过 轻散平安 鼓励有的举手 有几个 在这个祈祷的过程 你会心里感到一种火热 或者心里有平安 轻散动力举手 有几个有的 我想说你们投入祈祷 是可以自己都可以经历的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 随时学习的 好 祝大家 待会完之后 我会再为大家祈祷 如果愿意的 我们有操练 好